1941年的某一天,苏联雷宁格勒正在举行一场拳击比赛 来自洪海军的著名拳击手西奥波弗将要对阵新人拳手伊格尔 在很多拳击迷们看来,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 因为屡战屡胜的西奥波弗一定会战胜这个不知名的新人 但比赛的结果却令人意外 伊格尔凭借点数战胜了西奥波弗,成为了苏联拳击界的新型 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涌向了这个年轻人 人们相信这个小伙子未来一定会因为他的拳击成就而名垂青史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这个小伙子确实名垂了青史 不过,名垂青史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拳打得好 而是因为他在打拳的同时还想搞一点小副业 比如刺杀希特勒 1918年,伊格尔立过为奇米克拉舍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海纳崴川的家庭 所谓海纳崴川指的是伊格尔的家族包容性特别强 具体的讲就是他有一个母亲,三个父亲和一个异父异母的亲弟弟 伊格尔的母亲斯皮洛娃是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美女 由于家境殷实,斯皮洛娃从小也接受了艺术教育 在一种未来大师的调教下,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出色的舞台剧演员 1910年,在家族的安排下,斯皮洛娃嫁给了公务员之子 伊万·米克拉舍夫斯基 这是一段单纯的,不掺杂任何感情的包办婚姻 婚礼举办的次月,斯皮洛娃就离开了他的家乡 前往莫斯科去深造表演艺术 在莫斯科,斯皮洛娃的表演生涯大获成功 在红起了之后,独自当目标的斯皮洛娃顺理成长的 跟一位男演员拉什齐琳好上了 尴尬的是,情投一合的两人很快就有了坚情的结境 斯皮洛娃怀上了 正当斯皮洛娃犹豫如何跟丈夫挑名 自己已经把生命煮成熟肉时 1917年,丈夫伊万来到了莫斯科 然后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爷出鬼了 以后咱俩别算夫妻,当兄弟处吧 经文喜讯的斯皮洛娃开心了 他赶快告诉自己的好兄弟自己怀孕的消息 伊万兄弟在表达了恭喜的同时 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既然咱俩各自都有光明的前途 要不咱们把婚礼了 对于这个要求,斯皮洛娃犯难了 这倒不是他对这段婚姻有啥眷恋 主要是含着他爹拉什齐琳有点麻烦 在听闻自己的大舅哥如此慷慨地接受 自己与斯皮洛娃的坚情后 拉什齐琳在感激的同时找到了伊万 询问他 大兄弟,既然你为人如此慷慨 那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认识这个孩子 听完这个话伊万震惊了 大妹夫,你把我绿了这事我不计较就不错了 但是我给你个台阶下你不能还想坐电梯啊 那养个孩子多不容易 一把屎一把尿都未大那是要成本的 你凭啥让我替你养儿子 拉什齐琳赶忙解释说 不是让你接牌养孩子 只是让你认识这个孩子 因为啥呢 兄弟我眼下有点小麻烦 就是我家里有老婆 她的格局显然没法跟您比 她前几天知道我的心恋情后 直接拿着枪去找了你大妹夫 开了三枪,幸好没打死 所以,现在我回家是绝对不敢提离婚这个词的 但是这孩子总得有个名分 所以我想着能不能尽您姓氏一用 你放心,该尽的义务一样不辣 除了用你的姓以外,啥也不影响你 对于这个要求 伊万非常有格局地答应了 嗨,我又不是迪士尼 一个破箱啊,用就用呗 就这样,1918年 伊格尔利沃维奇米克拉舍夫斯基出生了 虽然他跟米克拉舍夫斯基家族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还是顶着这个名字过了一辈子 客观地说 亲爹拉什切林还是比较负责的 母亲斯皮罗娃跟拉什切林的感情越来越淡 时间晃荡到了1923年 第三个父亲登场了 那就是著名诗人谢尔盖·叶塞宁 1923年的某一天 谢尔盖·叶塞宁在一家小剧场里 遇见了斯皮罗娃 然后一见倾心 跟我这种笨嘴舌的人不同 大作家选择了写下一套情诗 诗名叫流氓之爱 还当怒朗诵 然后斯皮罗娃就被征服了 果断跟叶塞宁好上了 从此以后 伊格尔每天在家里 看到叶塞宁跟母亲在一起 尴尬的是 叶塞宁自己也有儿子 因为每天要跟伊格尔的妈妈交流 所以 叶塞宁的这个叫康斯坦丁的儿子 只能托付给伊格尔照料 所以 伊格尔就这样拥有了 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法律上的爹 一个毫无法律关系的血缘上的爹 还有一个既无法律关系 也无血缘关系的野爹 以及这个爹 给自己带来的一个 亿父亿母的亲弟弟 应该说 在遇到叶塞宁之前 伊格尔的成长还是比较顺利的 他继承了母亲的美貌 一看就是搞艺术的材料 男儿当色强 对镜天花黄 但是 跟他一起玩的 弟弟康斯坦丁却不是这种人 跟我这种性格又好 话又少的人不同 弟弟康斯坦丁 长相上比较作恶多多 性格上也比较分手坑入 或者说 弟弟的作风比较狂野 如果追溯一下 这种狂野其实是有来由的 康斯坦丁的亲妈 是一名真正的硬核狠人 康斯坦丁的亲妈 也是一名演员 某一次 斯坦丁观看了他妈出演的《茶花女》 看完以后 此后表示不太喜欢 认为过分的唯美了 康斯坦丁的妈听说后非常不爽 当即给斯坦丁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核心思想是 你个托老抱懂得单日的艺术 金木水昏女 老实迷得得了 有这样一个妈 康斯坦丁的性格 大家可以想象 有的孩子娇生万样 有的孩子吃什么沙茶 作为野兽派的英雄少年 康斯坦丁开始对哥哥产生了影响 随着两人的共同长大 伊格尔逐渐屏息了家庭的技术基因 不识卢山珍面目 只识完工射大雕 他开始拥有了一项狂野的爱好 拳击 对于伊格尔的变异行为 母亲非常忧虑 在他长大一些后 母亲把他送到了 亲爹拉什切林的妹妹家里 伊格尔这个姑姑平平无奇 但是他的姑姑 是俄国和苏联著名的工薰艺术家 著名导演兼演员塔玛里姆 本来老娘的目的是 打算让儿子好好感染一下艺术细菌 没想到 小伊格尔对装强弱势的姑姑 一点都不感冒 连话都不说几句 而由于此时 叶赛宁已经亡故 弟弟康斯坦丁姑姑无依 所以 伊格尔只能花费更多精力 陪这个亦父亦母的亲弟 一来而去 伊格尔的陆风更狂野了 中学毕业后 伊格尔果断进入国立体育大学进修 当老娘杀过来干涉的时候 他只能给妈妈讲述了 我的艺术生涯 从入门到放弃 此时伊格尔已经拿到了 体育大师的称号 成为一名专业拳手了 而且 为了更好的打拳 他直接选择了 跑到列宁格勒的防空部队服役 为什么加入军队可以打拳呢 因为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 是没有职业运动员的概念的 运动员多以单位的名义参赛 而军队是诸多单位中 运动员实力最强的 比如我国的巴依队 俄罗斯的莫斯科中央陆军队 都是这种体制的留存 所以 如果当时的人想要在体育上有所拯救 那么加入军队是没错的 遗憾的是 伊格尔加入军队的实际选择不太好 他加入部队每两间 苏芬战争就爆发了 伊格尔的部队上了前线 虽然他本人没受伤 但训练就别想了 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 伊格尔终于可以继续训练 开始向自己梦寐以求的军军发起冲击 然后 事情就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去 在1940年初 列宁格勒陆军的拳击队教练是比较抓狂的 经过一场惨剩的苏芬战争 拳击队的队员们死的死伤的伤 就算完整的回来了也身材走样 比如伊格尔 他从战场上回来就胖了不少 一般来说 从战场上下来的人都会受粉多 但伊格尔的特别在于 他是个防空部队的装天手 在苏芬战争中 虽然称不上是中流砥柱吧 这时候可以算是混吃等死 一段时间的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后 伊格尔就这样吃成了一个胖子 为了赶上令人俄勒军区的比赛 教练的决定帮他减肥 这个减肥的方法听起来相当惊悚 首先是把伊格尔放在浴缸里蒸 然后让他穿着三层滑雪服训练 等练在大汗林里以后 再立刻让他扎进冰冷的水中 我不知道这种减肥方法的原理是什么 但我感觉一般人这么折腾 恐怕得死掉 从结果上说 伊格尔在每天在出汗 泡冷水的循环中 迅速的瘦下去了 在当年的苏联拳击界 伊格尔是个很特别的例外 当年的苏联拳击手大都比较奔放 上了拳台 大家都在俩鼻子一眼 谁怕谁呀 因此 大多数人的风格都是猛进驻突 不太入动防守 而伊格尔不同 他最大的特点是冷静 攻守平衡 清醒淡定 绝不会因为挑衅而上头 靠着这种特质 伊格尔轻松杀了半决赛 然后就碰见了 开头提到的海军拳手 西奥波夫 在当时的观众们看来 伊格尔的夺冠之路 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西奥波夫实力很强 而且极其自信 在比赛前 西奥波夫一脚踹开了 伊格尔更衣室的大门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了进去 一双冰冷且充满杀气的眼睛 死死盯住伊格尔 非常猖狂的对他说 我劝你不要进入擂台 这样还有机会 争一领第三名 令西奥波夫没想到的是 伊格尔都没有抬头看他 而是自顾自的 记起了鞋带 伊格尔一边记 一边悠悠悠的说 我们会打一场 不错的雨赛 仅此而已 看到对手如此淡定 让西奥波夫非常不爽 他转身人恶狠狠的 撂下一句话 你会后悔的 然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离开了更衣室 所谓有人carry全场 有人sorry全场 事实证明 这次挑衅是非常失败的 因为西奥波夫 丝毫没有影响到 伊格尔的情绪 反而因为对手的淡定 西奥波夫自己破防了 比赛一开始 心急入焚的他 就愤怒的开始疯狂进攻 而伊格尔却保持了冷静 最终三个回合结束 伊格尔成功晋级 几天以后 靠着幸运和实力 伊格尔成功获得了 梦寐以求的冠军 苏联社会里肯定没什么奖金 他只获得了一条蓝腰带 一辆奖状和一块球表 但令他陶醉的是 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 他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职业生涯 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伊格尔夺冠的时间 是1941年的春天 正拿到夺冠后 准备休假时 一个小变故 打乱了他的计划 某一天 他的领队 急匆匆地赶来告诉他 纳粹轰炸了 上千公里的苏州边界 战争开始了 很快 教练向队员们宣布了命令 所有比赛全部取消 所有队员立刻返回部队 受到争招的伊格尔 放弃了所有计划 他被派往 列宁格勒成交的防空阵地 这一次的三战 就跟苏芬战争的轻松不同了 伊格尔归舰后 几乎立刻参加了战斗 面对不再袭来的纳粹战机 伊格尔和战友们 利用高手炮艰苦战斗 在战斗中 他的战友一个个的死去 而纳粹的飞机 也被他们击落了好几架 伊格尔冷静的优势 在战争中毫无用处 由于战斗过于激烈 他甚至连自己 击落了过一架飞机 都浑然不绝 要战友提醒他 他才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看着一个又一个战友倒下 伊格尔对纳粹的仇恨越发强烈 他厌倦了防空任务 渴望亲手击杀几个德沃老 为了上战场 他给上级递交了申请书 要求把他调到前线去 申请书很快被驳回了 上级认为 你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苏德战场上 施展拳击的机会 也确实不多 伊格尔反复申请 反复被驳回 终于明白此路不通的他 决定迂回一下 他又写了一份申请书 这次他不是要求上前线 而是要求进入情报学校进修 为了申请成功 伊格尔写了一份 能力当代求职简历 汉颜的解释文字 力图证明 自己有成为间谍的潜质 他在简历里说 自己是一名拳击手 运动能力爆棚 得以机器流利 精通各种武器 设计准确 曾经两次 从江洛三塔上跳下来过 另外本人还会骑自行车 和摩托车等等 对于如此自信的简历 上级也绷不住了 骑自行车也算特长 你咋不说你下了雨直到躲 鼻子进嘴直到擦呢 上级把伊格尔叫来 一顿训斥 然后语众心长的说 我相信你的报卧热情 但是你要知道 情报学校可不是兴趣小组 我已经把你的申请递上去了 如果真的批准了 你可没法反悔 伊格尔表示 他很清楚 自己申请的是什么部门 离开了领导办公室 伊格尔穿过森林 往自己的驻地走 穿过一处违章阵地时 他在铁丝网附近 看到三个警察 战争期间 这倒也没啥不对 当时警察确实 也会承担一些保卫任务 就在伊格尔准备继续行走时 他惊讶地发现 其中一个警察 掏出了一部相机 伊格尔立刻警惕起来 他大声对警察说 嘿同志 这里是军事设施 不能拍照 警察动过身吓了一跳 片刻的惊讶后 警察说 对不起朋友 我实在无法抗拒 这地方太美了 稍等一下同志 我给您也拍一张 伊格尔放松了警惕 他很少有照相的机会 正当他准备摆一个造型时 一支枪桌 砸向了他的后脑勺 这是伊格尔第一次 正面遭遇德国人 被砸到脑子的伊格尔几乎昏厥 他一开始还怀疑 这是不是什么沉浸式演习 结果立刻被人绑住了双手 然后他就听到了德语 他想喊人来帮忙 但嘴迅速被人们用帽子堵住 他听到几个德国人在讨论 怎么处置他 有一个人回答 拖到森林里 我们先审认 然后带走 抓个俘虏回去也不错 此时伊格尔的冷静起到了作用 他装作没听懂的样子 并没有激烈反抗 在被德国人拖走的过程中 他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 随着慢慢伸入森林 伊格尔意识到 自己并不需要跟这几个德国人放长线 以自己的伸手 就算用脚也可以脱身 打定主意后 伊格尔沉默地开始寻找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他趁几个德国人被分散注意力的时机 飞起一脚踢中一个德国兵的小腿 然后一个肩膀猛靠 直接把他撞飞 这个士兵后脑直接撞到了树干上 前头的德国兵刚刚转身 就被伊格尔一脚踹到肚子上 当场倒地 第三个德国兵刚想反抗 又被伊格尔一意猛靠 直接撞飞到草丛里 这套堪比姆松大号飞云谱的反煞完成后 伊格尔立刻开溜 跑向最近的苏军检查站 他堵德国人不敢开枪 因为一旦枪响 他们自己也得暴露 然而 跑到检查站后 尴尬的场景来了 检查站的哨兵看到了一个双手反绑 嘴里揪着帽子 苏军士兵汉流加倍地冲向自己 他们立刻意识到 这可能是大碎的诡计 政委说过 法西斯分子会用尽一切花招麻痹我们 他们之前就假扮过我们的侦察员 所以 少兵看到伊格尔后 立刻举起步枪大喊 停下 说不了话的伊格尔凤凰摇头 继续向他狂奔 少兵更加紧张了 再也不停下 老子开枪了 此时伊格尔哭笑不得 只能停下脚步 蹦难跳距的示意少兵 赶快把老子嘴里的帽子拿走 但少兵坚决不上当 谁知道你是不是纳粹派了演戏的特务 就这样 一个嘴里塞着帽子的苏军 和一个手指里拿着枪的苏军 他伸出头来说 哎呦 这不是我们的冠军吗 你这是玩什么角色扮演的 伊格尔的眼角湿润了 这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暖心的嘲讽 在证明了身份后 少兵把他嘴里的草帽掏了出来 可怜的伊格尔用尽最后一口气 在森林里有德国人 快他妈追 战斗警报立刻拉下 伊格尔带着大队人马 在森林里大搜特搜 最终三名德军中的两人落网 伊格尔的这套 极限一条三的逃生过程 让他一举成名 由此 很多人确信他可以成为一名侦查病 终于 1941年12月的一天 总部打了电话 要求伊格尔立刻回总部报道 满心欢喜的伊格尔来到总部 可是一看到等待他的人 他有点慌了 来人面色忧郁 神情严肃 一看就不是个擅长 他自称叫维克多伊林 内务委员会成员 从莫斯科过来 有些问题需要伊格尔回答 这几句话把伊格尔吓傻了 我一个底层小兵 就申请个情报学校而已 看不着从莫斯科派人过来吧 咋的 西伯利亚瘸丁了 好在伊林对他还算客气 他让伊格尔就坐 然后掏出记事本 开始一条又一条的询问 让伊格尔意外的是 伊林似乎对自己的情况不太关心 反而问题都围绕着身边的亲戚朋友 重点是自己对亲朋好友们的看法 这种奇怪的问询 让伊格尔一头雾水 询问结束时已是深夜 伊林让伊格尔先去休息 内务部这边需要开会协商一些问题 第二天 伊林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很正式的对伊格尔说 现在我们有一项非常危险的 迭后秘密任务需要人手 你通过了考察 我代表苏联内务委员会 正式对你发出邀请 米格拉首夫斯基同志 你是否愿意参与这个任务 伊格尔非常困惑 他询问这到底是什么任务 为什么是我 按道理说 您这样的内务部官员 应该不会注意我这种小角色呀 伊林满意的点点头 对伊格尔的谨慎表示赞赏 但是他说 任务是绝对机密 为出发之前 不会透露任何信息 但是我们并非派你去送死 你会接受必要的训练的 至于为什么挑中你 这个原因你早晚会知道 提前告诉你也没什么 我们得到了准确情报 你的姑父 著名导演演员塔玛林 他已经投靠了纳粹 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即使塔玛林的叛变 并不让人意外 他生了沙俄 但他的爷爷却是正牌德国人 所以 虽然塔玛林在苏联 已经当了20年的工薰艺术家 但他并不认为 自己在战争中属于苏联一方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时 他还对家人说 别怕 我们是德国人 所以 纳粹兵临呈下后 塔玛林就找了个空子开溜了 由于塔玛林在苏联名气很大 因此他很快受到了德国人的接纳 在苏联历史上 初走的艺术家吕剑不闲 按说多塔玛林一个不多 但难得的是 此时已经六世高龙的他 在叛逃之后 深暗富贵田中求的道理 力图以实际行动 让词富富富豪 已向纳粹彰显自己的价值 作为演员 塔玛林非常擅长口技 莫斯科保卫战期间 他在广播中 用标准的波音枪 对苏军进行广播 袖口一吐 就是半个扎波罗热 他在广播中说 土委斯大林已经逃到乌拉尔 还从陵墓中 挖走了老流氓猎凝的骨头架子 这让死守莫斯科的斯大林 非常反感 赖蛤蟆不咬人的个人人 除了造谣外 塔玛林还模仿斯大林的声音 在广播里呼吁苏联士兵投降 由于他模仿的唯妙唯效 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当然 虽然此复震怒的是 塔玛林高超的编剧能力 在战争期间 苏联的艺术家编写了一幕 叫做前线的话剧 为部队鼓舞士气 这部话剧是在 最高服苏维埃的指示下创作的 斯大林非常重视 甚至为他亲自进行编辑认色 是宣伤口的王牌制作 结果 话剧上演没几天 这部话剧就被塔玛林 拿去改编成了一幕叫做 他们就是这样战斗的话剧 在塔玛林的话剧里 他把苏军从将领到士兵 极尽筹创划扭曲 甚至他亲自出演了一个角色 虽然在斯大林漫长的人生中 破防慈父的下场 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塔玛林却毫不畏惧 由于表现过于亮眼 斯大林专门用红铅笔 给贝利亚做了指示 要求他今日是今日币 尽快给塔玛林 送去一些慈父的关怀 听了这个原因 伊格尔知道 这项任务非自己莫属了 他跟着伊林车飞机 去了一处训练基地 接受系统性的特工训练 情报部门每天 爱为他更新 他姑父的作私小动态 看得一个儿头皮发马 只得抓紧训练 以便将来弄死塔玛林 艰苦的训练持续了接近一年 1942年末 内务委员会 终于决定派出伊格 然后告诉他 你这次的任务 并不是刺杀塔玛林 而是在这项任务的基础上 有一点小变动 你的任务一点也不复杂 就是假装投降德军 然后利用你公父的关系 去柏林潜伏 再利用你全级的本领 接近纳粹高层 找机会把希特勒干掉就行 这任务不难 不要有太大压力 必要的时候 会给予你帮助的 坦率地说 这项任务听起来简单 可是实际执行起来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苏联情报部门 搞的这套方案 并不是凭空乱想 首先 伊格尔炸强到纳粹那边 确实是可行的 他本身就是个普通的防空兵 家里不是贵族 又是艺术家 老爷还因为支持白俄 让苏联政府枪毙了 确实有个理由 赠奔苏联 而且 贵姑夫在那边如此得宠 难道还不能照顺照顺您 其次 靠打拳击接近纳粹高层 这事也是可行的 拳击在德国 本来就是非常流行的运动 即使1943年 德国各地依然举行了 起码30场大型拳击赛 而且 纳粹掌权后 拳击在德国更为流行了 流行的原因是 纳粹为了证明 自己那套恶臭的种族利润 力图通过所有方式 来证明亚利安人的优越性 因此 经常会组织一些表演性的比赛 通常红方有德国人担任 蓝方则有法国 比利时圣阿利之类的 扑送国代表 最终的结果 都是德国人获胜 亚利安人又赢了 这种比赛在纳粹高层中 很受推衷 世界级拳王 马克思·施梅林 就一度被纳粹大力推衷 希特勒曾经亲自指示 电影院放映他 击败美国拳手的录像 并命名为 马斯·施梅林的胜利 德国的胜利 在重要的拳击比赛中 也经常有纳粹高层 亲自到现场观战 和接见选手 所以 苏联给伊格尔设定的刺杀计划 虽然可能谈不上多么稳妥 但绝不是一个荒唐的计划 是真的有可操作性的 1932年12月的某天 伊格尔带着德军飞机 扔下的招降书 走进了列宁格勒附近的 一处德军阵地 表示自己要投诚 至于投诚的原因 他解释说 自己是因为憎恨共产主义 然后他就傻了 面对这个来投降的苏军 德国人压根就不相信 一个儿都给话 憎恨共产主义 早你干啥去了 真想投降的人 在41年的苏军大溃败中 早就投了 42年年末你才说想投降 吃屎都没干什么任务的 难道你说你爱吃凉菜 谁相信呢 再服了 你手里拿到招降书 连折痕都没有 跟刚印刷出来的一样 谁不知道 对面严禁私藏这东西 你乍想也太不走心了吧 所以 纳粹对伊格尔也没有二话 除了打就是打 有朋自远方来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喜肤 招了是苏联卧底 不招是意志坚定的苏联卧底 而伊格尔也不愧 之前受过的训练 今天你就是打死我 老子也是如假暴患的叛徒 我就是要投降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后 纳粹实在没有抓到伊格尔的把柄 但也不相信他 已是把他关进了战俘营 好在这时候 伊格尔联系上了孤夫塔玛营 在孤夫的建议下 伊格尔要求 加入苏联叛将弗拉索夫的队伍 于是 伊格尔从战俘营被转移到了训练营 在训练营中 伊格尔表现出了自己的拳击特长 很快得到了德军的重视 同时 柏林的塔玛林也为伊格尔做担保 表示 我这个内支苦大抽身 祖上几代老彼得正三色起的 他那个加速四壁的家庭 跟苏联不共在天 绝对不可能是苏联卧底 把他接到柏林 我这里来吧 这样让他远离前线 我负责监视他总可以吧 在塔玛林的请求下 德军觉得 一个远离前线的大头兵 能搞什么大动静 也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就这样 伊格尔于1943年2月抵达了柏林 塔玛林热情的 把伊格尔介绍给了女演员 奥尔加切克夫瓦 并且告诉伊格尔 这位奥尔加女士 可是我们德国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号称是元首最喜欢的女演员 是艾瓦波劳恩的闺蜜 跟里宾特洛夫 哥佩尔等高层都有密切关系 有他绕着你 你就放心吧 实际上 奥尔加确实对伊格尔的事业 有很大帮助 因为大量资料显示 他也是一名苏联间谍 奥尔加切克夫瓦 是一名出生在沙俄的 德裔女演员 是俄国恩和切克夫的直媳妇 对于他的间谍身份 他本人一直适合否认 但有很多人认为 他是苏联历史上 最成功的女间谍 在奥尔加的观照下 伊格尔在柏林迅速打出了名声 只打了几场配练赛 就名声大噪 获得了1943年 柏林国际拳击赛的不赛资格 可以以斯拉夫血统 选手的名义参赛 伊格尔抓住了这个机会 以砍瓜切赛般的成绩 轻松杀入半决赛 他在赛场上的机敏 全稳和狂暴 征服了现场观众 让整个柏林的观众 都记住了 这个来自俄罗斯的小伙子 德国拳王施美林 完整地观看了伊格尔的比赛 在施美林看来 那个斯拉夫人 简直就是拳台上的刺客 半决赛结束后 施美林亲自来到伊格尔的包厢 除了对他表示祝贺外 还送上了一张自己的签名照 这是拳手之间的认可 并且临行前还鼓励伊格尔说 决赛要好好打 我会邀请元首在内的高官来观战 我们不知道 施美林是不是在吹牛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最高层 当时对于这些拳击比赛 是相当感兴趣的 伊格尔参加的这场比赛 就是戈培尔组织的 对伊格尔来说 是时候开始自杀的筹备工作了 在伊格尔的计划中 自己可以利用决赛期间 财长的机会 往纳粹高层的作息里 放个炸弹 或者利用高层颁奖的机会 来个极限一换一 虽然两个法子都谈不上稳妥 但自杀希特勒这种事 哪有什么万无一失 有机会已经很不错了 值得一试 即使弄不死希特勒 弄死了曼叶先生也够本啊 伊格尔把自己的想法 向莫斯科汇报 但莫斯科并没有及时回复 因为 此时伊格尔老上级伊林 已经因为嘴不严慎 被慈父抓起来了 伊格尔新的支出上级 是苏多普拉托夫 当年刺杀托洛斯基 就是由他负责的 新上级接手后 苏联情报部门 开始有条不紊的运作起来 为伊格尔运送炸弹 准备等待下一次机会 刺杀希特勒 然而 就在整个计划 都在紧张进行时 一个命令却打断了他们 来自莫斯科的命令 传达到了伊格尔手中 停止刺杀 放弃任务 如此重要的计划 却被终止 伊格尔十分不解 然后他得知 命令直接来自于斯大林 斯大林叫停计划的原因是 此时已经是1943年年末了 昆尔斯科会战的胜利 已经确立了苏军的战略主动权 如果此时干掉希特勒 万一接任的新人 主动跟英美议和 一旦成功的话 苏联间会陷入巨大被动 所以还是让死心眼的希特勒 活着比较好 至于赫尔曼·麦耶先生 没准对于 翻发一次事业来说 他活着比死了的贡献更大 斯大林的想法 并不会跟伊格尔解释 作为执行人 失去任务的伊格尔 有点失落 如果不搞刺杀的话 那下一步该干啥 回国显然不太现实 难道蹲在柏林搞破坏 完全懵逼的伊格尔 连全赛都不打了 整天蹲在柏林等指示 这一等就等到了1944年间中 莫斯科的指示没等来 德国命令倒是来了 说说说跟我们走吧 盟军上岸了 对于这段时间 伊格尔履历的记载是比较混乱的 实际上伊格尔的资料 有很多处真假难免的信息 有人说 他之后去了比利时打游击 给德国人捣乱 而更多的说法是 1944年诺曼里登陆后 伊格尔跟着一群二鬼的们 被德国人派到西线 去抵抗美军去了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黑色幽默的事情 一个苏联间谍 在德国人的命令下 在法国的土地上抵抗美军 这可能就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吧 尴尬的是 在整场战争中 多被打受伤了一个 在西线差点让盟军击毙了 脖子和右腿都被子弹打中 好歹捡回了一条小命 因为这次重伤 他终于不用去前线 一直留在德国养伤 直到战争结束 至于他那位 让慈父恨得牙根养的 姑父汤玛林 他的下场自然也是意料之中 军要臣死 像Facebook 1945年 纳粹的灭亡 让他逃无脱逃 1945年5月10日 他在德国巴登福腾堡州 在不明情况下死亡 有人认为他是自杀 但还有一些资料认为 是一个儿执行了 最后一次出监任务 亲手处决了叛国的姑父 二战结束了 在内务部那边 还给了一个儿一些其他任务 战争结束后 一个儿并没有立刻回国 而是在俄罗斯解放军 逃跑的残暴中 卧底了两年 直到1947年夏季 一个儿才回到 阔别五年的祖国 苏联政府为一个儿 颁发了一面红旗勋章 并且表示 情报部门非常乐意 为一个儿提供一个职位 待遇绝对足够丰厚 一个儿拒绝了这个邀请 如果没有国恨家仇的话 战士和间谍 从来都不是我的主动选择 既然你们让我选 那我选择继续打拳击 在这种人敬佩的目光中 不忘初心的一个儿 洒然而去了 然后他发现 这个决定草率了 经过教练和医生的 不受影响 但拳击这项运动 已经不适合你了 对于医生和教练的说法 一个儿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 不过他并不认为 自己从此要远离这项运动 谁说从事拳击 就一定要上场 我当教练不行吗 我当裁判不行吗 我爱的是拳击本身 又不是拳击手的身份 就这样 一个抵抗过盟军的苏联卧底 成为了拳击教练 培养出了好几个全国冠军 一个儿也很快 考取了全联盟级别的裁判资格 一直活跃于自己热爱的拳台 充分享受了运动带来的快乐 多年以来 他从来没跟人提起过 那段惊险又刺激的卧底生涯 60年代 老上级伊林总算熬了出来 与伊格尔重逢 伊林向不少作家 讲述了伊格尔的故事 让这段没有功勋 却依然伟大的故事 重见天日 1990年9月25日 伊格尔·米克拉什夫斯基 在莫斯科去世 享年72岁 他被家人安葬于佩洛夫斯基公墓 虽然无论是作为拳击手 战士还是间谍 他总是在即将取得成就时 被命运打断 但是老爷子至此都认为 相比于无数为了国家牺牲的战士 自己已经足够的幸运